從大學開始到現在也是 跳舞融入了我的生活 我很記得以前我乘地鐵 我拿著我的手 因為我在想跳舞的東西 我會很想動 我完全不介意身邊的人的目光 大家可能很乖,純粹拿著負責 但我會… 會聽著耳機,然後自己在動 但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很尷尬 但當時的自己是完全不在乎的 因為我沉醉在耳機裡 音樂的世界,我很想動 跳舞到現在也是一個… 我每天都會做的事 可能我洗澡時,我也會跳舞 我在車裡也會動頭 我無法逃避 我是一個很自發性 我一定會做的事 今天就是第一個考驗了 宇宙天群的ERROR舞蹈擔當 飛鎖 好像打鼓,沒有了解,可以嗎 三下而已,不要不斷 Ross,辛苦你了 貪圖這個節目吧 你單手打扮狗? 是 這件事是很奇妙的 譬如如果女兒想玩比賽 全家人一起支持她 但支持她不只是精神支持 而是可能要投放很多時間 學習一些新技能 因為跳舞其實不是一直做到的 我看大部分都沒有甚麼跳舞經驗 但在短短的時間裡 能夠做到一個表演 再阻礙比賽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支持 幾十年都在廠房工作 很少見到企業頭 由我做生意十多年 我也沒有好好陪伴她 我的名字是何凱彤Valerie 今年21歲 我小時候,父母主要是工作 尤其是前幾年 他們沒有家房 因為父母忙碌 令何凱彤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很少 而在外國讀書那兩年 完全沒有機會跟父母見面 她畢業我看不到 其實我是遺憾的 媽媽沒有去看我畢業禮 我有心理準備 畢竟畢業典禮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但那一刻陪伴她 其實是很遺憾的 難得父母也願意抽時間陪她 參加這次的節目 何凱彤終於有機會 見她很欣賞的教主 兼嘗試幕前演出 我也想嘗試在我上班前 見識多點、試多點不同的東西 因為這是我從來沒有接觸的東西 人生這麼長、這麼少時間陪她 有這樣的經歷也挺開心 為了女兒,我覺得不要緊 甚麼都豁出去 爸爸就更加了 你叫爸爸在別人面前跳舞 真是一輩子都沒試過 已經豁出去 他就會轉 好,看看Rock老師教高娜 到組別跳Eagle 你們懂得唱嗎 那就要靠你們了 5、6、7 這樣不行 好,5、6、7 給點火 左腳、右腳、右腳、開 很慢的 5、6、7、8 左腳、右腳、右腳 開 其次,5、7、8 是否…數慢了10倍 13.4倍 加油 他10倍我也追不到 好,試試 停 用Eagle這首歌來比賽 可能真的有點困難 還要只有七天時間來練習 Ross老師,覺得他們能夠做得好嗎 比較擔心的是叔叔 他要時間,不是真的 因為節目始終是快的 動作的要求也很高 好 我記得好像有兩位會突出一點 長頭髮沒有紮邊,粉紅色衣服 另一個,還有一個 他好像是黑色T恤 然後是灰色褲 收咖啡 那兩位會對整個編舞的準確度較高 大家好,我叫譚少儀Joanna 今年18歲,剛好考慮DSE 平時喜歡跳舞和彈琴 希望參加這次的真人秀 可以修補跟兩位哥哥的關係 大哥太煩了 二哥就是脾氣差 很不喜歡他的駁嘴 一駁嘴就想一拳打過去 因為我小時候好像有過渡日證 很喜歡跳來跳,紮紮跳 因為我覺得紮紮跳 他避不了是他的問題 大哥那天在家裡 真的受不了 受不了他,全媽媽在打架 真是打架 我二哥玩的東西掉下去 電視也掉下來 我當時在客廳看著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兄弟姐妹之間 友真吵其實很平常 譚少儀跟兩位哥哥的關係 也不是真的那麼差 不然兩位哥哥 也不會陪他參加這次的比賽 對吧 還沒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我跟哥哥的關係只有五分 但參加了這個活動 我覺得加了兩分 這個節目可以令我們 至少我們兄妹多一個話題說 雖然弟弟關係也不會最好 但跟妹妹一定好很多 贏得也沒所謂 說真的,我付出了 我請了一假,陪到她 完成這個節目,無憾 六組的參賽家庭 18個成員 只有七天的時間練習 究竟哪一組會率先被淘汰 今天心情真的很複雜 因為神德女主角將要淘汰一個家庭 就會由六組變成五個參賽家庭 他們第一個項目就是考跳舞 最高分的四組家庭 就可以順利入圍 最低分的兩組 可以留下比賽多一次 高分的一組繼續順利入圍 低分的一組就沒辦法了 要跟他們說再見 再見 真的不是說甚麼套話 經過年日的相處 我覺得我們都產生了一些感情 所以任何一組被淘汰 我都會覺得很捨不得 不過沒辦法 神的女主角只有一個 我們唯有面對她 你們有信心嗎 有… 2、3、4,我們結束 這次阿Lo除了邀請Rock老師 做導師和評判之外 還找了田家姐Crystal做評判 幫她選出神的女主角 Rock老師,你好 請問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很多人都是跳舞經驗不多 我建議他們享受的舞台更多 我覺得最重要是有自信 讓我覺得即使你忘記了步驟 你也很有信心,那就好 這次的計分方法 是以高中低三個難度 來決定100分總分裡的分數比重 25%,30%和45% 而設置神圖的教主 還要教出最後的錦囊給參賽者 各位神圖,準備好了嗎 教主要出現 跳大叔丁樂的舞步 我覺得最主要做到的就是要夠開心 舞步的精準或是否正確 其實也是其次 因為這首歌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你很開心、很歡欣 還有很愛地去跳這首舞 所以夠投入和夠興奮的話 絕對會很加分 忘記了 這首歌要整理我 快晚有休息的時間,又要練習 全部的時間都是練舞、練舞、再練舞 對不起,等一下 你就是要這樣繼續跳 不好意思 又是這樣吧 好的 撿衣服,不會撿衣服 也有信心 信心到100以下,80以上 牙齒 有些情緒覺得她們的表現如何 大家都很甜蜜 笑容也很搭舊 雖然陳欣和媽媽 還有少許感覺像在記著這段步驟 我看起來很開心 因為我很少看媽媽一起跳舞 所以我也很開心,很享受 發台溫,我突然有一段時間 一片空白,直到記憶回來了 然後繼續跳 發生這件事之後,應該也不行 壓力一定有 但對比妹妹的哥哥一定會少點 畢竟我最容易的帽子 一秒就要點一下,這樣… 你會… 這樣,比較輕鬆 看起來很激烈,開始很激烈 還要想起太強的對手 真是 其實真的很大壓力 不過為了姐姐,你要努力 我看見很多動作都做出來 但有時的動作和音樂的同步 是很重要的跳舞 我看見梁慶欣弟弟的表情管理 做得不錯 連Rock Sir也說你不錯 放心吧 話說回來,表情好像有東西 其實有點緊張 可能我對著鏡鏈 我怕一會看著評判,我緊張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跳舞 其實真的沒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覺得她不是很困難 最重要是表情配合得好 其實就能做出那個效果 未定義的衝擊 讓我真要一人自鎮毒過 你了解真識貨 幸運亦失蹤 可怕唱太多 若是純索愛好 有對話錯 我覺得這組兩個參賽者 都做得很好 我看見鄭子棠用了一個 比較含蓄的方法 演繹這種快樂 忠偉媽媽用了一個 比較誇張的方法去做 其實我覺得在這首歌中 比較誇張,會比較優勝 兩個人都會歡樂 看見這組挺開心的 一輩子的前線,一輩子的意義 中難度的六位舞者已經準備就緒 到底他們是幫到手的神隊友 還是摧毀這件事的豬隊友 一能夠為你女兒去做這件事 你應該值得叫我 要往死裡拼,都不肯接走 一所如命 是中難度組別的比賽歌曲 跳這首舞有甚麼要特別注意 當然要問阿Lo 一所如命,其實是有一些重點的舞步 包括Anson Lo的手藝 在一些重點的字眼、重點的舞步上 其實你做得精準、準確的話 對這支舞的完整度 是會大大提升的 在家裡有空就對廁所 發脾氣不斷在… 有一點緊張,但為了我的團隊 因為我有另一位的眼神 然後就行了,可以輸嗎 我輸 我覺得不錯 外表真的很好 很有信心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你的表現 剛才那一刻差點掉下來了 很有力氣 對… 練習跳舞是鄭子堂女女 這七天不停重複做的事 沒甚麼跳舞天佛的她 她可以成功完成嗎 很厲害 很厲害 我看見你曾經歷練過 之前教過你,我看見不是這樣 碰,我做我的事 走開 不,原來這是做的 今天我看見力量很多 不過剛才的緊張 令你很多能表現的東西都已經沒有了 跳舞的而且確不是我們的強悍 如果真的輸了,也沒辦法 做了50多年人 都沒跳過舞的何爸爸 這次他為了女兒 終於要奉獻出自己的第一次跳舞表演 他希望大家不要笑他 三個最佳是我,希望我… 別這麼說,但你也盡力了 我知道了 真的進步了很多… 好… 我看見力量很厲害 對,你明白嗎 他不用做很多事 但我已經很有型、很有魅力 你知道自己的動作 忘記了,忘記了 眼神繼續堅持 如何撐住他 我覺得是感動的 一能夠為你女兒做這件事 你應該值得跳舞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參賽者 都真的很努力 雖然跳得不太好 但也真的很有心 我也覺得有點瘋了 其實差不多跳到腳趾也脫皮了 譚少儀大哥為了阿妹 可以成為女主角 真的超級努力練習 連腳趾受傷也不管 我出來了 不過在比賽時才會否這樣 沒有 我很盡力 希望待會別那麼緊張 謝謝 你本身都比較健碩 請問你是否健身教練 不是 因為健碩是有一種 其實他做所有事情都很有力量 當然表情管理 你可以再做好一點 加上迷仔褲真的不錯 迷倒了兩位評伴 比M.E 挺有心思 有心思 其他參賽者都可以學習 現在是怎樣換褲 我看過他,我就沒那麼緊張 然後我去到他那裡,我很害怕 我怕他失敗 誰知道他出去了 真的是我見過最好的一次 我跳得真心,不知道為甚麼 錯了 不行,錯了,繼續 6、7 從學跳舞開始 梁晓欣姐姐已經很沒信心 她這次的表現 會否成為失分的罪人 我也開始有點擔心 有關頭,同時一直在一起 我簡直沒有在一起 但我有問題 所以… 我跟很快的 那你比較難看 我會在一起 你會在一起 一輩子的意義 當然有很多舞蹈技巧或拍子上 我們都會有分數調整 但整體的表現是相對其他參賽者 有一個特別的感覺 這次這個項目對我來說比較困難 如果我們不肯被淘汰 希望其他參賽者都可以加油 有點緊張,但信心很大 對,是否也會跳給別人看 不用怕,其實對手… 剛才你那幾天提到我的 對手 2500年 對我又是這個問題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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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不是這樣,我看到的是… 我的嘴巴在說話 我來了,我殺你了 我覺得弟弟有顯著的不同 因為第一天去家訪時 弟弟連步驟都好像記不住 但到了今天,我覺得他像炸彈般爆出來 不知為何他眼神上的情緒、神髓 都能做到 初級和中級難度先後表演完了 分數暫時領先的是 鍾詠儀組和譚少儀組 如果梁曉欣和肥爸爸 沒有超水準的表現 就很有機會被淘汰 除了跳舞,造型也是阿Lo為人 所注目的題目 製作組怎會輕易放過 誰是教主最喜歡的造型 而誰又是他不想提起 為何我會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套造型 代表我演戲學了很多東西 這是發生甚麼事 你想試這個嗎 這個… 不是太好 挑戰嗎 先走練 好,第二季吧 第二季 第二季 神聖女主角第二季 我就試試這個頭 四單打六道